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又到了我们介绍经典车的单元了 这一次为大家介绍的经典车是 我年少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台车 这台车就是Honda CR-X 而且是二代的车型 为什么我说这台车是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喜欢的一台车呢 因为我非常喜欢福华的1980年代 1980年代也是我成长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当中呢 因为世界上非常的富庶 所以在映射在车子方面呢 车子也就千奇百怪 而且很多梦想很多想法 都能够实际的量产 实际的实现 而其中Honda的CR-X 虽然它不是一部非常贵的车子 但是它也代表着那个时代 人们对于操控以及性能 驾驶乐趣的期望和梦想 CR-X我独钟的是二代的车型 为什么呢 因为二代的车型我认为是在一代的造型之下 把它一代的造型的精髓发挥得更加的成熟 而且更加的洗练 说起CR-X CR-X是在1983年7月的时候 正式发表第一代的车型 作为一个Civic车系的衍生车系 它其实主要的机械结构和动力都来自于Civic 也就是我们台湾俗称的洗美 第一代CR-X是源自于三代洗美 包含底盘动力几乎都是完全沿用的 甚至内装的主要的特色都是沿用的 那与Civic 特别是三门的Civic 最大的差异在于B柱以后 CR-X采用了First Back 鞋背式的造型 而且在部分的地区 它甚至舍弃了后座 成为纯粹的两人座的运动化小跑车 它基本上是一个 当时年轻人可以负担得起的车子 但是我这里指的年轻人 是台湾以外的年轻人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 是禁止纯日制车进口的 所以在台湾的CR-X 都是由留学生或者是驻华使节 这些特殊管道所自行导入的车管 也因此在台湾CR-X 算是非常少数的一款车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CR-X 它是属于美规的CR-X 二代的车型 当年CR-X二代 在美国总共有三个不一样的规格 入门的它就叫CR-X 但是通常我们就会把它俗称叫做DX车型 也部分经销商以DX作为标价的一个车型识别 DX车型之外还有一个是HF的车型 HF代表的是高经济性的一个车款 所以它的最大马力比较低 但是它着重的是它的省油性 当然在美规的车型方面 最高的性能的代表车款是SI的车型 但是美规那个时候和欧规还有日规 在性能上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美国市场对于安全的法规 以及排气的法规 都远比其他世界各地来得严格 也因此二代的CR-X 在美规的车型方面 论实际上性能表现 动力输出 都是不急于日规以及欧规的车型的 当然说起二代的CR-X 大家最熟知的就是 它搭载着Honda的一代名机B16A 这具1.6升双凸轮轴16气门的喷射引擎 可以输出最大160匹或170匹的最大马力 它也是Honda第一部搭载着VTEC 可变气门证实科技的引擎 那这一部引擎也成为了近二三十年来 Honda改装的一款名机 当然这款引擎最早不是搭载在CR-X上面 而是搭载在比CR-X定位更大的 Honda Integra上 CR-X作为第二款搭载VTEC引擎的 Honda车款 当然也说明了Honda赋予它 非常有运动感的一个产品定位 CR-X步行外形 比CVX三门来得更加的小巧 同时它的尺寸上真的也比较小 它的车长只有3米8 以后机型来说 同时它的轴距也只有2米3而已 所以让它弯道上的利落感以及灵活性 都来得更加的精炼 让人家有更人车一体的感觉 这些都是CR-X非常迷人的地方 在当年开着一部CR-X 当然车头和三门喜美非常的类似 但是当它呼啸而过的时候 看到车尾 大家懂的人都会说 哇这台车真的非常的迷人 CR-X它在全世界呢 特别是2代的车型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特别是在美国市场 美国市场对于刚出社会 或者是刚拿到驾照的年轻人来说 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在美国2代车型一共售出了17万台以上 所以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销售成绩 当然在百花齐放的80年代末 90年代初 日本市场像Toyota它也推出了SERA 这部车的定位其实和CR-X非常的类似 它除了是双座娇小的跑车的设计之外 它更搭载着欧义式的车门 所以可以说一步比一步更夸张 乃至于像Mazda 它也推出了MX-3这样子的车种 后面的泡泡窗 是他们这些车种非常大的一个造型的特征 也因为平价又有操控乐趣 所以也获得当时年轻人的喜爱 包含当时也是年轻人的我 我们看到CX的外观 CX外观其实在四代CV的上市的时候 它讲究的就是低 宽 圆 三个主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车其实非常的低 它的车高只有1270 可以说比很多的跑车都还来得低 当然这也是四代CIVIC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它讲求是要把极致的操控乐趣 带入大家都买得起的平价国民车上 所以这样子的在讲求操控的因素之下 除了刚刚提到的四轮双A被悬吊 以及很轻量化的车重之外 另外就是它的车重心坐得非常的低 我们可以看到引擎盖的位置非常低 整个车也非常的低 事实上这也都是为了操控乐趣所做的设定 而车头上和四代的CIVIC差异无多 但是当然如果搭配的是B16A的引擎的话 因为引擎比较凸 所以它的引擎盖和一般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这台车虽然后期换装了B16A的引擎 但是它的引擎盖还是原来美规的引擎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引擎盖是往下 中间是往下凹的 但是如果是日规的SIR 它的中间就是凸起来的 这个是最大的不同之处 我们看到这台车 这台车是属于美规的车款 所以它的保险感是比较凸的 因为为了符合美国的法规的设定 所以它的总长会来到3米8 但实际上日规跟欧规会来的稍微短一点 小改款之后它的灯组 它的保感都会和小改款之前来的比较不同 好那车侧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车侧方面前面这半段 几乎跟四代喜美是一样的 特别是三门的 但是在后面这一段 就有非常不一样的造型设计变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挡风玻璃 几乎是整个平贴在车体上面 所以它的弧度做得非常非常的斜 在后方的话 它采用了直接90度直角 切下去的设计 这样子的车尾设计 其实在后来有很多车 都和CX2代做得非常的类似 当然这个线条也是源自于 一代CX的经典元素 但是以造型方面来说 我个人认为二代CX 是充分发挥了一代CX的造型精髓 来得更加的浑原成熟和洗练 那这样的尾部造型的设计 使得这个陡峭的90度切下的车尾 它后面的视野变得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尾门上面 它有多了第二个后挡风玻璃 在尾箱盖上面 那这样的设计 包括后来Ford的Aztec 或者是更后来Citroon的C4三门款 其实都有类似的设计 也为HONDA当年造型设计的功力 立下一个典范 在车侧部分还有一个重点 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 CX的轴距只有2.3米 让它在山道上可以变得更加利落 更加的灵活 同时前后的配重也更趋于50%比50% 所以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为了操控 和驾驶乐趣设定的车管 打开引擎盖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B16A的引擎 ZH1600cc DOHC双凸轮轴16气门的喷射引擎 在当时是一代名机 甚至到现在 我相信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自身车迷 非常怀念这个DOHC 双凸轮轴 HONDA引擎的滋味 那这个滋味好在哪里呢 当然它最厉害的一个就是 它有VTEC的装置 VTEC的装置可以在高转速的时候 让它有如Turbo般的爆发力 当年涡轮这样的技术 不像现在这么样的成熟 而HONDA和BMW是少数坚持 研发自然进气引擎的车子 HONDA坚持用它们职人的技术 研发了VTEC引擎 当然更早呢 还有因应美国法规所推出的 希伯燃烧CVCC的引擎 另外这个引擎呢 当年我们开喜美都很遗憾 因为除了日本和少数地方之外 大家都没有双凸轮轴的HONDA引擎 所以这一颗双凸轮轴引擎 变成改装的盛品 时至今日 很多的美规CIVIC 或者是大多数的CX 打开引擎干 都是这一颗引擎 以性能上来讲 当然今天不算什么 但是在当年 或者是现在 都还是让人很有加速 非常热血的感觉 做到CX内装 你一定会非常熟悉 因为如果你跟我一样年纪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这好像我们当年开的 四代喜美 对不对 我们先从一样的地方来讲 好了 我们刚刚外型的时候有介绍 它设计的最大原则 低 宽 圆 三个主要的要素 怎么样低呢 它的所有基线设计做得非常的低 做得相当开阔 所以让你的视野变得非常好 哪怕你开的是一部运动化的小跑车 宽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左右横贯的 再加上仪表台做得非常低 重心左坐点也都非常的低 所以呢 可以让你觉得整个车子是非常宽阔的 那当然这样的设计原则 除了说四代CIVIC和CX之外 甚至90年代同时骑的HONDA的跑车 NXS 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设计原则 那圆呢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80年代90年代讲求的 还是有人有角的造型 但是它所有地方都尽量圆润化了 所以低 宽 圆 三个要素 不仅在外观 内装上也可以清楚的见到 CX和一般的CIVIC三门差别在哪里 某一看门示板 你会觉得非常的类似 包含仪表台 还有中控台也都非常像 但是CX因为它更注重个人的运动性格 所以它的中控台是面向驾驶人的 但是一般的CIVIC不是 一般的CIVIC是平的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以二代CX来看 其实它是没有后座的 以美规车型来看 但是这台车加了日规的后座 让它的后面有两张小的椅子 可以载载小孩没有问题 做进CX内装 所有的操控按键都是90年代 80年代 Honda典型的风格 不管是冷气的拨感 甚至方向灯的手感 都是一模一样的 它有非常好的一点就是 它的操控非常的容易 也非常的救手 每一个地方都符合逻辑 这个就是日本人很贴心的地方 那当然坐在里面 战斗感是很十足的 特别是两张座椅 它的造型是相当包的 其实乘坐的舒适感 不输Recaro 支撑性也不输Recaro 但是在柔软度上面 又有原厂的柔软度 所以这张椅子 我个人是相当喜欢的 那当然这台车 换的是日规的椅子 根本是版 所以上面有CX的字样 花布也和美规原来的花布 是不太一样的 坐在这里面 其实又加上这台车 改了B16A的引擎 当然你要听一下 高转速的感觉 非常的畅快 等下上路的时候 大家可以更能体会 这一具高转速引擎 在VTEC的威力之下 带来极佳的驾驶乐趣 做新CR-X 这个坐舱的环境 就非常的战斗 包含刚刚有提到 它的充控台 比较面向驾驶人 还有整个环抱式的仪表 和坐舱的设计 会让你觉得说 非常容易掌控这台车 虽然外观上看起来 视野不会很好 但是这台车实际上 里面的视野相当的好 其实它的后档风玻璃 就是第二后档 其实对于视野上 是相当有帮助的一个设计 侧面的车窗面积也都非常的大 而且加上腰线不高 所以其实视野是好的 那整个操架起来 这样的车身尺寸 搭配这样的车重 还有它突出的性能的输出 所以一切都非常的直接 这也就是我个人最喜欢 80年代 90年代 纯粹机械的感觉 但是这样的车 又比传统纯机械的化油器的车款 又多了一些电子控制的东西 可以让它在部分的状况之下 比如说引擎的混合比 引擎的效能来得更好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 这个年代车子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实这台车就是代表着 我们那个年代改车的标准 如果是喜美 就一定要上B16A 那上B16A之后呢 悬吊就要改 那刹车那个年代都是放在最后的 因为有技术不需要刹车 没有开玩笑啦 那个观念不一样 那个时候都先讲究动力 操控 然后才是安全嘛 这起步的时候 一挡镊合放离合器的感觉 然后油门补下去 然后这种俐落的感觉 其实要你觉得说 哇 这是我在开车 跟我开一台车 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 因为像我开这台车 我家人都不做 又颠又吵又盾 但是这就是我那个年代的回忆 双A倍的悬吊 它的贴力性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车的指向性非常的好 就在山路上 再加上它的轴距是很短的 也影响它的配重 所以在山路上 它是非常快捷 就可以往你要的方向指去 过了A-PACE点之后 油门吹下去 那个感觉 其实是非常非常稳定 而且灵敏的 CIX的年代呢 算是本田中一郎的末期了 Power of Dream 这句话呢 其实最能代表本田的精神 当年呢 本田可以让所有的人 用你买一部代步车的预算 获得极高的驾驶乐趣 但是现在 当然 你说本田的车做得不好吗 也很棒 也很有招供感 但是总是觉得 和以前那个年代 真的是不一样了 车虽然一代一代要好几年 但是 你开着不同的车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想到 在某一个年代 我们生活的回忆 就像我开着这台CR-X 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20出头岁的时候 在汽车媒体上班 种种的回忆 其实很多啊 CR-X这台车 可以说就是我的青春 那你的青春是什么呢 留言告诉我 我是小七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 其实也都没有什么钱 但是那时候一台三分西美 只要三十多万 那改一组避震器 改个拉力方向盘 换一个排行头 其实基本上就很有乐趣了 因为那车也不重 相机抓不住了 这车感觉好直接 以前年轻好喜欢 这种棒棒叫的感觉 现在偶尔开一次可以 但是每天开不行 各位新世代的KUGA 以及FOX车主注意咯 我们的COPPY 360 虽然方便又好用 但是你知道它还可以 持续在优化升值吗 由Seven Car Shop 所独家研发设计制造的 Level 2 Plus优化研究套件 已经正式上市咯 现在就立刻上网搜寻Seven Car Shop 指名参观选购 让我们的COPPY 360 更智慧更方便更安全